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分类汇总 数据的分类汇总是对相同类别的数据进行统计汇总 一定要注意是相同类别的数据 我们刚才说有职工 性别男的可以作为一起 女的是作为一类 对吧 男的一类女的一类 那么他的一个职称 讲师作为一类 副教授作为一类 教授又作为一类 这不相同类别吗 这字段名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汇总 那汇总的方式包括什么 包括求和 我们所有讲师的 最终汇总不汇总吗 首先都有分类 其次是汇总 分类汇总分类汇总 两层含义 首先相同类别分类 其次进行汇总 汇总方式包括求和技术 平行值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那么来去操作第一个 创建分类汇总 还是在数据菜单或者数据功能区 第二个清除分类汇总 分类汇总对话框 找到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大家提示一下 分类汇总时 先对字段要进行一个排序 这个你可要注意 为什么要进排序 你比如说我们整个刚才这个数据清单里边 男女男女可能是交叉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进行排序 那他的一个分类 可能就分很多块 上面男的一堆 下面男的又一堆 你们两堆男的 为什么不能和在一起呢 都是男的嘛 对不对 你又不是第三类人 所以你要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完了之后 你男的和女的就在一起了 然后再进行分类 好 就两大块 下面男的 下面女的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分类汇总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操作 好 演示一下 好 同学们 我们下面呢 演示一下数据的分类汇总 还是讲一个数据清单 那么操作位置是在数据功能区 我们找到这里分类汇总 首先你的鼠标要点击清单当中的一个单元格 然后点击分类汇总 好 那么好了 刚才我们已经提示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千万别急着把这个窗口给打开 我们啊 先要对它进行一个排序 你这个分类汇总 首先你要分类 其次是汇总 第一分类 分类 你是按哪个字段进行分类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按照性别来进行分类 所以我们在这要按照性别来进行一个快速排序 对吧 好了 点击性别这个字段 这一列任意一个单元格 我们点击啊 排序啊 按声序降续都可以 好 我们点击 这样男的和女的就分成两组了 排序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再点击分类汇总 好 这个时候分类的字段 你一定要选择性别 因为你就想按性别来进行分类嘛 对吧 所以你选择其他的分类字段 那就又没有意义了 然后汇总的方式 我们要对分完类别之后 我们想干嘛 我们要想吧 我们想算一下 男女的这个平均工资啊 到底有没有差异 对吧 男的正多 男女的正多 是不是性别有关系啊 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汇总方式可以选择平均值 然后汇总的项目 那肯定是津贴 你支撑部门这样自断 你求平均值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们选择津贴 好 Excel已经自动的选择了津贴了 这是Excel它的一个比较制能的地方 那下面有替换当前分类汇总 那么现在之前没有分类汇总 那就无所谓替换了 每组数据分页 汇总结果显示在数据下方 啊 以及全部删除 全部删除这个按钮就表示 我们可以删除当前已经存在的 就这样一个分类汇总的一个方式 这就属于汇总的分类汇总的清除 在这也随大家看一下行了 我们在这点击确定 好 那么这样呢 分类汇总结果就出来了 上边几位是男同志啊 男同志的平均工资啊 是16500 女的女职工的职工的这个津贴 平均的一个津贴是一万 一万九千 哎 这很明显啊 这个阴盛洋衰啊 男男职工 跟女职工的平均工资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哎 那这就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啊 这是分类 按男女分类 其次呢 汇总的方式是求平均值 但我们汇总方式也可以求和 也可以求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其他的一个汇总方式 这就是分类汇总 那在这要注意几点 首先呢 你要前提是要 你对你分类的字段要进行一个排序 其次 然后呢 你要选择正确的汇总的方式 以及汇总的一个项目 对吧 那这是分类汇总所要强调的问题 好 同学们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透视表 数据透视表是根据特定数据源生成的 可以动态改变其版面布局的交互式的汇总表格啊 基本概念包括报表筛选 列标签 行标签 以及值 我们前面讲了 分类汇总了 其实分类汇总它还是一种静态的 对吧 静态的一种数据的一种展现方式 你分类了 你按什么分类 那这个类别 字段 它是固定好了的 而如果说我们想达到动态式的一种 动态的改变这种 版面布局的交互式的汇总表 那么我们就借助于数据透视表 此数据透视表要比我们前面的分类汇总 它的功能要更加的强大了 好 这里边涉及一些基本的概念 包表筛选 列标签 行标签 以及值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操作 来逐步的介绍这些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创建 203呢 是在数据 财单 找到数据透视表 和数据透视图 SR2013当中 我们找到插入 插入当中 我们找到数据透视表 这个操作位置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数据透视表的相关的设置 我们包括重新设计版面布局 设置值的汇总依据 设置值的显示方式 进行数据的筛选 以及设定报表的样式 好 下面操作也试一下 好 我们在这呢 首先取消分类汇总 撤销全部删除 那这样恢复到了我们之前的 数据清单 好 还是这样一个清单 我们来进行一个数据透视表的一个操作 所以透视表在哪呢 一定要注意 就不是在数据当中的 而是在插入这样一个功能区当中 这有个数据透视表 不是数据透视图 那么我们到这里 数据透视表 好 打开这对话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表或区域 那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数据清单 对吧 已经自动的选好了 那你也可以使用外部数据源 然后选择放置数据透视表的位置 是新工作表呢 还是现有工作表啊 那么假如说我们把它放在 现有工作表当中 我们选择一个地方啊 选择 选择下面啊 假如说第16行当中 好 我们点击确定 好 那么这样呢 下方呢 这是我们数据透视表的一个打开了一个啊 它的一个样子而已 那具体的表还没有出了 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设置 这是什么呢 哎 在窗口的右侧 我们看数据透视表的一个字段 我们这里呢 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 那这里我们所有的字段都列出来了啊 姓名 性别 职工号 部门 职称 今天 假如说我们 全部啊 把它列入我们的 呃 数据透视表当中 字段啊 全部参与数据透视表的一个展示 好 我们全部选中之后呢 我们的Excel表 已经自动的给我们展示了一张 他所认为的数据透视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下方呢 是在以下区域间拖动字段 那么这些字段呢 包括设选器啊 列标签 行标签 以及值 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默认的呢 是列标签 是数值啊 行标签呢 包括姓名 性别 部门 职称啊 那么包括这四个 好 那么这些列标签 行标签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行 行标签当中的一些字段名 我们可以 拿给 放到列标签当中 可以来回来进行拖动啊 那么 比如说把职称 可以拖动到 啊 列标签当中 啊 那么这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职工号 给他给啊 移除到啊 移除我们的字段 把职工号给他取消掉 哎 他没有计算的一个意义 那这样呢 我们 每一位啊 职工他所属的啊 职称 以及他 他的一个值汇总项 我们是我们的 哎 求和项 是按照津贴 来进行计算的 比如值 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来进行求和 那么这样一个 我是否求和 还是我们进行 计算平均值 我们可以通过 值字段 来进行一个设置啊 那么在求和项 值 这样一个区域啊 当中 我们可以啊 来进行值字段的设置 在这里边呢 哎 值的汇总的方式 包括求和 技术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啊 乘积 像这些啊 计算的类型 那么也可以调整 它的值的显示的一个方式 值的显示方式呢 也包括啊 一些百分比啊 像这些 现在我们是无计算的 都是可以的啊 在这我们点击默认的确定 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地方设置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设计 它的一个数据透视表的一个样式啊 那么 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主题的一个风格 是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进一步的一个设置 也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报表的一个布局 以压缩形式显示 那么以大纲形式显示 以表格形式显示啊 以啊 像不重复标签 那么可以数据透视表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选项 相边行 相边列 把这个框线也可以给它选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项选择题啊 下列属于数据透视表的值的汇总依据的有 那么刚才我们说值的汇总依据 通过通过演示 大家可以看有很多值的汇总的啊 这样一个依据 那么求和 这有的 平均值 仓差 这都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值的一个计算的 具体你是怎么计算 而 第一 百分比这个是吗 百分比啊 不是值的汇总预计 它是什么呀 哎 刚才从我演示 它是一个显示的一个方式 是吧 值的显示方式 有无计算 百分比升序排列 还有介绍 降序排列等等 那么关于数据透视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一系列操作呢 那么同学们还是要亲自动手操作 自己动手演示一下 否则这其中的一些概念和关系可能也是 并不是很清晰的啊 好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的插入 图表插入 我们通过插入菜单来找到图表 我们具体可以做的一些操作 包括设置图表类型 布局 图表样式 图表的位置 还有图表的大小 那么通过前面我们说 这也是我们Excel 它的主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我们图表包括顶形图 柱形图啊 等等这些图表图形 我们都可以啊 通过Excel来进行实现 下面来操作也试一下 好 同学们 还有这样一个数据清单啊 那么我们在这呢 要插入什么 插入图表 那么找到插入 那么在这 这是一个图表区域 是吧 我们这里呢 有很多的 这是柱形图 还有丙形图啊 是吧 还有这个我们的 折线图 比如我们插入啊 一个柱形图 那么这里边又有很多啊 柱形图的一个类型 包括促形柱形图啊 堆积柱形图 还有我们百分比堆积柱形图 那么它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这是有高低之分的 这个呢 是相同的高度 整个的百分比是提前出来的 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还有三维的啊 更加漂亮好看一些 我们来选择一个正常的一个啊 普遍的 那么在这呢 我们可以来拖动啊 整个的可以拖动 那么这是一个年终经验分屏表啊 这个津贴 整个的 它的一个柱形图的情况 在这呢 其实是非常形象直观了 啊 在这 那么 曾大利 它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情况啊 支撑啊 啊 它的一个部门啊 啊 功耗啊 性别啊 那每一位员工 他相对的具体情况 当然他自动的这个柱形图 他计算的一个依据是津贴啊 通过津贴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 关于我们 A3图形啊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啊 选择 在图表的样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来进行一个选择啊 有哪个好看 你就选哪个 那么这是图表的样式 也可以更改它的一个颜色 还有一个快速的布局 那么在这我们都可以啊 进行一个快速的布局啊 根据我们实际的一个需要 也可以更改在这图表的类型 在这我们始终 哎 我叫的是我们的柱形图 我们可以更改图表类型 图表类型 更改成我们其他的啊 像丙图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图啊 有丙图我们在这啊 那么第一个 我们选择确定啊 这时候就变成这样一种图表的类型了 那么最后还有图表的大小 我们可以通过拖动 来进行一个调整啊 大小 整个的2013版本整个的啊 都是非常的直观 还有一些非常的形象啊 所见其所得 就这样一个操作 好 同学们 那么到此为止啊 我们Excel的一个 整章的内容就学习完毕了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本章的一个小节 首先看我们的本章考试大纲 好 回忆一下啊 电子表格软件的种类啊 主要功能啊 用户界面啊 那么软件启动推出方法以及文件管理啊 还有图表的插入方法 那么这个啊 这是这样一个等级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全部是掌握的等级要求的啊 数据输入编辑 公式运用 Excel常用函数的使用 数据清单 记录单以及排序筛选分类汇总 还有数据透视表 那么整个的数据清单 记录单啊 排序筛选分类汇总 还有数据透视表 这种最后一节所讲的内容 都是要求啊 比较高的 要是大家必须要掌握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始通过思维导乎的形式 快速的把我们本章内容回顾一遍啊 同学们也积极的去回顾 好了 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章的主要内容 本章电子表格软件在会计当中的应用 那么我们这里讲了四节啊 第一节呢 是我们电子表格软件的概述 第二节是关于数据的输入和编辑 第三节啊 公式与函数的应用 最后一节就是我们数据清单 及其管理分析 整个这四节啊 后面三节呢 我们是要求必须要掌握的 第一节 一颗半径 要求大家要了解 以及熟悉 好了 我们首先看第一节来回顾一下啊 就关于软件的啊 数据啊 表格的一个概述 我们首先介绍了常用的电子表格软件 在这呢 大家把握就是Excel就可以了啊 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Numbers啊 像WPS国产的呀 还有这Loters等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 然后我们看一下电子表格软件的 那么主要功能 包括了五个功能 对吧 那么哪有五个功能呢 包括建立工作部 管理数据 数据网上共享 制作图表 还有开发应用系统 那么我们管理数据 应该说整个的 我们的整个的是第四节 所要介绍的内容 那么制作图表 这个插入图表 其实在考虑大纲 是熟悉等于要求 那么开发应用系统 是给我们开发人员来介绍的 网上共享 这个也没有过多的介绍 那么这是五个方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建立工作部来讲 这个呢 大家还是要把握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每个单元格字符数最大行数和列数的一个计算 每个单元格最大可以有多少可以容纳多少个字符 那么 Excel 2303和2013那么最大它可以多少行和多少列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口诀是吧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计两个数 一个256 一个64 怎么去计算出来 那么这是主要功能 然后第三个呢 是Excel软件的启动与退出 那么启动 我们说有四种方法 哎 哪四种 关于软件 这是软件层面的 我们还没有进入软件的正常的 你想想软件的一个正常软件 所有的软件启动来讲 我们首先想一下整个的我们有什么 对吧 那么在这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 退出有五种方式 启动四种 退出有五种 那你要分别从我们的桌面 任务栏 开始菜单 快捷键 那么这所有的方法面面 你都要去想到如何的进行启动和退出 记不住的四种五种有落下的 再回个头去 再进行一个看一下啊 退出啊 标题栏三个 任务栏一个 快捷键是一个的 标题栏怎么三个呢 你看最上面是标题栏吗 最右边是 关闭插号按钮 那么左边其实有两个 你可以双击 也可以单击打开 所以标题栏是三个啊 任务栏是一个可以关闭 快捷键 奥特加F4 是吧 那这些都是需要去把握的 SL软件的用户界面 那么这个东西们 把握03和13的一个区别 主要是功能区 集成了哪些 哎 模块啊 在这把握一下 SL文件的管理 那么在这呢 我们说 关于文件的管理 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首先 清建和保存 对吧 清建和保存 那么整个的 接下来我们所讲的 以及文 关闭与打开 我们画了一个虚线 清建保存 关闭与打开 大家都要去把握那么几点 那么菜单栏 工具栏 还有快捷键 那么这 那么这三种方式 这三种方式 它是分别 如何的去对应操作的 如果打开 Ctrl O 新建 Ctrl New 那么关闭 以及保存 那么分别它的快捷键 重点把握的是 快捷键的一个操作 那么菜单栏工具栏 还有快捷键啊 好 对文件管理 我们还有保密和备份 那么在这是通过另存为 这样一个窗口 找到工具 常规选项 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操作的设置的 保密和备份 包括打开权限 还有一个修改权限 明明要设置密码 那么修改 文件的修改和删除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删除 按Delete信 或者说是通过快捷菜单 来进行操作 好 那么 第二节 就关于数据的输入 与编辑了 首先看数据的输入 数据输入 我们首先是手工录入 手工录入 包括我们单个单元格 非常简单 单张工作表 多个单元格呢 我们一张工作表 多个单元格 我们有个快捷键 叫Ctrl加Enter 对吧 另外 这是完全相同的 还有一些部分相同的呢 我们可以啊 多个工作表 形成一个工作组 我们首先要把工作表 这一页签 标签 给它全部选中 形成工作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再跟上边的 单张工作表 多个单元格数据 这个录入 是完全一样的操作方法 好 那么这是手工录入 我们除了手工录 我们可以快速的一个填充 这个快速填充啊 我们包括啊 特定的一些数据 对吧 特定数据 那就把这个查找和替换数据打开 直接输数据就可以了 在特定数据当中 我们有数字形 有日期形 还有我们的文字形 那么数字形 日期形 是否按Ctrl 你要去把握住 数字形 不按 可以直接拖填充柄 日期形 那么你要按住Ctrl 你不按Ctrl 成了我们后面的序列了 对于文字形 你要看 它是否具有增或减序可能的文字 那么是否具有增或减序可能文字 有些是作为Excel 正常的序列 自定义序列当中定义好了的 那肯定是按序列来进行一个填充了 对吧 所以你要按住Ctrl 如果正常的一个文字 比如中华快捷网项 那么你可以直接拖动填充柄 特定数据 我们序列的一个输入 这是刚才我们是相反的 第三个 填充序列类型的指定 我们把序列填充下来之后 整个的右下角会有一个按钮 这就是填充序列类型的一个指定 最后还我们可以自定义的排序 自定义排序在哪进行 2007201013版本 是在左上角 我们打开文件或者Office按钮 在这里边请自定义排序 是吧 2103 那地方也是操作不一样的 我们最后还可以导入其他数据库的数据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数据的编辑 输入完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编辑啊 数据的编辑啊 我们这里包括剪切复制粘贴 掌握它的快捷键 啊 还有查找和替换啊 Ctrl F 还有替换的一个快捷键啊 那么特定数据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来查找我们的一个啊 具体的一个数据 那么第二个是包含公式的单元格 我们整个单元格当中有哪个啊 公有包含公式的 我们可以啊啊 直接找到啊 查找下来框选择公式啊 就可以了 那么查找和替换 我们还可以替换格式 我们这有个选项的一个按钮 选择就可以找出来了 这我们数据的保护 所以保护啊 包括保护工作部 那保护工作部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哎 有限制编辑权限 还有啊 打开权限 而这打开权限 像上面有一个啊 连接啊 有个前后连接的地方 连接到哪里啊 打开工作部的权限 和我们前面讲的文件的 哎 保密和备份 实际上是一样的 都是在另存为F12 这样一个打开之后呢 工具常规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工作部 它就是文件 可以参照文件的保密和备份 那么两个这块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除了保护工作部 还可以保护工作表 保护工作表呢 在这有个允许用户编辑的一个区域 那保护工作表和保护工作部操作的一个位置 应该说是基本一样的啊 那最后锁定单连格 这是最小的一个单连格可以进行锁定 但是有个前提 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保护工作表 所以我们在这通过一个虚信 连接在一起 要求大家提醒注意 好 第三节是公式与函数的应用 公式与函数的应用呢 这个跟我们财务报表模块 应该是联系比较密切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公式的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概念及构成 一个公式有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实现地有等号对吧 那这是毋庸置疑的 等号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啊 运算体以及运算符 那么运算体和运算符 运算体的话 就是我们具体的数字 或单格的引用 以及函数 而运算符呢 就包括哪些运算符呢 哎 同学们 运算符 我们首先是有算数运算符 加减乘除乘放 比较运算符 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还有我们的文本运算符 是这个符号 对吧 那么还有我们的引用运算符 引用运算符又包含三种 区域运算符 冒号 联合运算符 逗号 还有交叉运算符 那么什么 什么都没有 不是的 空格 这样啊 这是引用运算符 我们公式的创建与修改 公式如何进入呢 录入完了之后 我们如何进行修改 好 公式录入 编辑 我们可以按F2快捷键 当然 这种正常的我们鼠标 哎 输入啊 哎 双击啊 那么我们不讲 我们讲快捷键啊 F2是可以啊 进入公式啊 编辑状态 F9是干嘛呢 F9是显示某步骤的运算结果 干嘛的 相信来了吧 这块键你要进行区分 某步骤运算结果 那把这个光标要移动到 要选选中 把这个某步骤 然后按F9显示结果 是吧 那么如何把这显示结果再恢复呢 我们还有个Ctrl 加这样一个点 这个点是在数字一啊 键盘数字一旁边 这样一个快捷键 好 那么这是公式与函数啊 我们接下来看回单元格的一个引用 单元格的引用包括引用的类型 相对引用 绝对引用 还有混合引用 单元格的引用 我们如何进行输入呢 啊 我们这里啊 有 有这么几种啊 就单元格的引用 首先输入美元符号 我们绝对引用是列和行前面都有美元符号 啊 这样一个符号 除了直接输以外 我们说混合引用啊 以及相对引用 尤其是混合引用输入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如何快速的输入这种美元符号呢 在不同的行和列之间 我们可以按F4 F4 那来回的切换 这样关于公式的快捷键 我们有F2 F4 F9 249 差一个250 是吧 这样大家便于记忆了啊 啊 工作表明 跨工作表的引用 是通过工作表明 加一个探号来实现的 那么跨工作部的引用如何实现呢 是前面加一个工作部名 用中括号 因为半角下的中括号 扩起来 后边再加一个工作表明 探号 这是跨工作部和跨工作表的引用 这是单元格的引用的输入 我们来看函数的应用 我们可以 我们函数呢 必须要明确一点 要体现在我们的公式当中 公式的运算体当中 那函数是已经继承了好了的 啊 现成的一些公式啊 包括统计函数 统计函数 我们要包括 max和me函数 最大最小 sum sum if函数 average和average 是if函数 count 还有count if函数 那么每一个函数 它代表什么意思 求和 平均值 条件平均值 count 数数的 count if 条件 数数的 这是统计函数 那么第二个是文本函数 我们文本函数 包括这么几个 learn函数 这是也是数数的 但是数的是什么 数的是文本 前面这个count 它是数的是数字 而learn 数的是文本字符 我们文本函数 还有right函数 mid函数 还有left函数 那么这是从右边数 从中间数 还有从左边数 得出来的结果 还是字符 运势文本函数 那么逻辑函数 就是if函数了 if函数 那么有些参数 第一个是条件判断 如果这个结果是 处正确的 显示什么结果 如果是错误的 显示什么 if函数非常重要 好 继续查找 云引用函数 我们包括 lookup函数 lookup函数 要有两种 一个是向量式的 一个是数组式的 还有index函数 明确一个array 然后在期间 告诉你行和列 第几行 第几列的数 返回这样一个值 还有match函数 match函数 返回这样一个数据区域 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最参数的运用 最后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日期与时间函数很明显 那就关于日期和时间的 包括year month和day 这三个函数 year month和day 它只有一个参数 只有一个参数 至于这个日期输入 它可以有双引号的文 双引号的字符串 那么也可以输入一个序列 也可以输入date的函数 now 所以now它是唯一一个 没有参数的一个函数 接一个括号 跟着就可以了 返回现在的时间 这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最后呢 基本财务函数跟我们的快点 稍微有点联系 关于固定资讯折旧的 那么有三个函数 分别是sla直线法折旧 ddb两个地 一对一双 双倍有个地点法 当然不仅是双倍 还可以三倍四倍 通过哪个参数 对吧 大家要把握 syd是年数总和法 后两个是加速折旧法 需要明确 有一个参数 叫哪个期间的折旧 sla呢 只需要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ddb需要五个参数 syd是需要四个参数 那么这是基本的财务函数 这是大家考虑大纲当中明确了的 那最后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清单了 以及数据管理 数据清单的构建 记录单的使用 数据清单和记录单 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我们在这儿呢 大家要注意 数据清单 你要明确字段名 那么数据库的一个每一条记录 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要求 那么数据清单 怎么样才能够被excel 自动识别为数据清单 这个容易出现在我们客观题的选择题当中 或者判断题当中 记录单的使用 你要注意记录单 是和数据清单的一个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对话框 那么在操作记录单的时候 我们数据清单是否能够进行操作 这个要进行把握 好 那么数据的管理去分析 那么这个呢 是重点的 包括了很多 管理分析 第一个是排序 排序呢 有快速排序 还有自定义的一个排序 自定义排序 我们有首要关键字 第二关键字 还有第三关键字 数据的筛选 筛选呢 我们也是包括快速筛选 和高级筛选 要注意高级筛选 它整个的一个条件区域 是在数据清单之外的 单独的一个区域 而且你要保证 它至少有两行数据 第一行是放我们的字段名 第二行是放我们的条件 这是高级筛选 大家要把握啊 好 最后还有清楚筛选 那么数据管理 我们还有分出来排选 排序和筛选之外 我们还有分类汇总 分类汇总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分类 再一个是汇总 那么首先你分类的话 它的一个前提 什么来 啊 先要你要明确哪个字段名 要进行一个排序 排完之后 你再进行分类 分类完了之后 你再指定一个汇总的一个项目 汇总方式 啊 这就是分类汇总 那么数据透视表 在这呢 要明确它的相关的概念 那么行标签 列标签 以及值的一个汇总的方式 和显示方式 那么这个概念容易出现在我们的科幻系当中 当然操作也是目标要进行把握的 啊 整个透视表的操作相对复杂一点 同学们要多多的进行练习 好 最后我们来 哎 讲解了 插入图表 当然考虑大纲对图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仅仅是要求熟悉而已 好 那么整个的我们电子表和软件 在会计中的应用 讲的就是Excel的一个日常操作 那么关于报表啊 函数和公式啊 再跟第三章啊 报表管理模块 咱们联系稍微紧密一点 整个第四章啊 考试大纲当中啊 应该说掌握的知识点 一些要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本章在考试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 同学们呢 哎 一定要 还是要放在一个实际的动手操作上 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 只有操作熟练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考各种客观题 你才能够做到应对 千万不要死记硬背啊 这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点 一定要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好 同学们 好了同学们 那么到此为止啊 我们整个基础班课程呢 呃 经过同学们和老师 咱们共同的努力啊 咱们就学习完了 整个基础班的课程的安排 应该说比较全面和详细的 重点介绍的是他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概念理论 当然了 这个做题也是啊 必不可少的 此时请同学们 不学完基础班课程之后 一定要勤加的多做题 提高我们做题的一个数量程度 毕竟我们考试是干什么的 考试不是让咱们去讲解的 你讲的再道理再明白 再懂考试做题 拿不到分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接下来要求同学们 要多多的做题和练习 我们也会有单独的一个班词 七题班等待着大家好 同学们我们七题班再见